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第九节 项目经理的相关内容 那关于这一节 其实是我们整个第一章 涉及到的分数应该是最高的了 差不多考到四分或是五分 这样子 我们考见到师不就是为了当项目经理吗 所以今天这节课 大家必须要认真的来看一下 理解一下我们项目经理 他的一些工作性质 以及项目经理的任务 他的责任 还有就是各个参与方之间沟通的方法 各个参与方之间想要沟通的话 涉及到一些基本的要素啊 或者是沟通障碍啊等等 这里面我们会讲 然后第五个说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就是我们多长时间要给工人支付工资 说的是这一块 那么对于这五个当中 前三个是重点 剩下这两个 那他最多也就考上一个题 好 那整体上就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 看一下具体内容 首先看第一幕 第一幕是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工作性质 在这个大标题下 那我们必须要区分开 我们国家项目经理 与国际上项目经理 他们二者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国家项目经理他的特点 看一下 新学员认真听 老学员你来看一下 这些内容你还是否掌握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 要求我们掌握的就是项目经理 你想成为项目经理 必须要有建造师证书 这个是知道的吧 如果说你有了建造师证书 那么一定能够当上项目经理吗 这就不一定了 取决于谁 取决于施工企业 所以说 想要当上项目经理的话 是一定要有建造师注册证书的 而你有了这个证书 不一定能够当上项目经理 我们要取决于施工企业是否聘用 这要注意 好这是第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项目经理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 注意 在我们国家 项目经理 它在项目上 就代表了企业法定代表人 那么对于这句话 我们换一句话说 就是 项目经理 它在项目上 是企业法定代表人 得代表 后面必须要有这三个字 它是法定代表人 得代表 这个必须要清楚 这个法定代表人 关于这两个概念 在法规当中 这个法规老师肯定已经给我们学员都讲完了 这一部分 所以在这你必须要清楚 在我们国家项目经理 它在项目上就全权代表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就是法定代表人 得代表 好 然后下面 下面就是企业法定代表人 他委托这个人 作为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 他委托了他 他在项目上代表了他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 这个项目经理 你要注意 项目经理是施工企业 他正式聘用的员工 既然是正式聘用的员工的话 那么项目经理 与施工企业 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 签合同 那必须要用双向间线 签合同 签完合同之后 那么施工企业肯定 要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保吧 缴纳社会保险 这是为了避免挂靠 必须要缴纳保险 好 这是我们国家项目经理 他的一些特点 把我们书上很长的一段文字 翻译成 这三个方面 我们掌握一下 然后再往下 看这个小柱 建造师 就是我们所考的 想要考的这个证书 这个建造师 他是一种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 就是专家 如果我们选你过了一级建造师 或者是二级建造师 都是专业人士 都是专家 然后项目经理 他是什么岗位 注意 项目经理 他是管理岗位 首先 他是岗位名称 并且项目经理 他是一个管理岗位 你注意 他不是技术岗位 不是技术岗位 项目经理是重点去管我们整个项目 管三控 三管一协调 对吧 好 这是这一部分 是要求我们学员必须要掌握的 好 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看第一题 大中型工程项目 施工的项目经理 必须要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担任 在这里说到这儿 在这里说到这儿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二级建造师 二级 它是适用于中小型 中小型的项目 而一级呢 那一级的话就全覆盖了 相当于 全覆盖 大 中 小 都可以 全部覆盖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题 他说大中型工程项目的事工项目经理 必须要有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来进行担任 但是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是否能够担任这个项目经理 我们要取决于谁 是不是取决于事工企业 所以选择的是A选项 企业自主去决定 这个企业指的是事工企业 你有了证书 得看这个事工企业是不是聘用你 明白吧 好 选择A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事工方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事工管理过程当中 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处理 与所承担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呢 项目经理他在项目上是什么身份 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得代表吧 他是全权代表了企业法定代表人 所以选哪个 企业法定代表人得代表选这个 而不能选这个 一般情况下 一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那肯定就是这个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了 法定代表人指的是人 而法人指的是一个组织 或者是一个团体 一般都是指的是一个组织 这个你们法规当中肯定已经讲完了啊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选择B选项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关于建造师和项目经理的说法 正确的是挑对的看A 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 既可成为事工项目经理 是吗 有了证书我就可以去当项目经理吗 为什么没有人让我去啊 因为他可能觉得我没有经验 他不让我去 所以说不是说你有了证书 你就能够当上项目经理的 我就没当上嘛 看第二个 大中型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经理 必须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来进行担任 这个对不对 正确 大中型项目经理 必须有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来进行担任 我们再看C 建造师是什么 是什么 他是岗位名称吗 不是建造师指的是一种专业人士 而项目经理呢 是岗位名称 而且是管理岗位 好 这个跟这个答案放在一起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选项 他说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 只能担任项目经理吗 我们现在 取得建造师证书的人员 你也可以作为技术人员 也可以作为你们项目上的总工 就是项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总工也可以 对吧 不一定只能去担任项目经理吧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是选择第二个选项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事工合同示范文本当中所规定的 就是我们国家 在这个示范文本当中 关于项目经理 他规定了一些条款 这些条款很重要 那一般情况下 对于这些条款 他怎么考啊 他会改变一下里面的一些措辞 然后让我们去判断 他的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他可能会这么考 所以我们从头看一个一个的 看第一个 第一个给他分成了这么四个小点 首先第一个说的是 项目经理 他是事工企业正式聘用的员工 注意 他是正式聘用的 不是临时聘用的 正式聘用的员工 那既然是正式聘用的员工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企业肯定要与项目经理要签合同 劳动合同 对吧 好我们再往下看 看第一个他说的什么 他说 事工企业要向发包人 提供聘用合同 以及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保的有效证明 就是你要想选这个人作为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的话 那么必须要把这个项目经理 你为他缴纳的社保啊 或者是你们双方所签的合同啊 给到发包人 两个东西 一个是聘用合同 一个是社保的有效证明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 每个月项目经理的出勤天数 是他自己去确定的吗 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项目经理每个月 他在项目上待多久 是根据什么去确定的 是不是专用合同条款里面所约定的呀 出勤天数 不是项目经理自己去决定的吧 你看 不得少于专用合同条款当中约定的天数 这里提到了一个专用合同条款 那可能没有经验的学员 他不是很理解 什么是专用合同条款 相对专用合同条款而言 还有一个通用的 一说通用的就是根据一些法条 所规定的 我们去 他有的这么一个通用合同条款 这个通用的是对于不同的项目 我们都可以用 而与他相对应的就是专用合同条款 专用的是针对于我们这个项目 他独有的特点 你们双方去约定的一些内容 全部放在了专用合同条款里面 好 那么说到专用合同条款 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个专用合同条款当中 我们除了要约定项目经理出勤的天数之外 你看还需要明确什么 要明确项目经理的姓名 职称 注册职业证书编号 联系方式以及授权范围 你注意在这里不需要我们把这些全部记住 需要我们记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出现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要注意 它是出现在专用合同条款里面的 而不是通用合同条款 明白了吗 好 那掌握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 第三个 他说项目经理不得同时担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 那一个项目经理他只能去管这么一个项目 我们不能说去同时担任很多项目 这是不允许的 当然随着BIM技术的普及 那将来 我说的是将来 他可能对于这个采用BIM技术的项目 一个项目经理他可能会管多个 有可能 但是现在我们书当中 他明确指出一个项目经理 他不能同时担任多个项目的项目经理 这要注意 然后看一下第四个 他说项目经理如果说确须想要离开现场的时候 应先通知的是谁 先通知监理 当得到发包人的书面同意 必须要得到发包人的书面同意 在这里大家可以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一说项目经理应该得到谁的同意 你记准了 肯定是要得到发包人的同意 记住了 只要说他要得到谁的同意 肯定是发包人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看第二个 紧急情况采取措施 比如说我们现场 目前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 那此时此刻又没有甲方代表 又没有监理 那这个时候项目经理他可不可以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呢 可以 那是可以的 但是 你看应该在48小时之内 向发包人代表和总建立工厂师提交书面报告 就是当你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之后 48小时之内你赶紧要上报给发包人代表和总建 在这里掌握这个时间 以及像谁呀 两个人 一个是发包人代表 一个是总建立工厂师 好 然后再往下看第三个 更换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可不可以换 可以换 承包人 如果想换的话 可以 发包人想换也可以 那当然 没有极特殊情况 我们项目经理他是不会换的 不然又费钱 又费事 所以 虽然说可以换 但是没有极特殊情况是不会换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如果说是承包人 他要求去更换项目经理的话 那么这个程序怎么走呢 你看啊 承包人想要换项目经理的时候 应该提前14天 书面通知发包人和监力人 要提前14天去通知 并且得到谁的同意 发包人的同意 你看 只要我们提到得到谁的同意 是不是发包人 好 在这里要注意 承包人想换的话 是提前14天去通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发包人想换项目经理的话 怎么办 发包人想换的话 是两步走战略 第一步是这样的 承包人在接到更换项目经理通知之后 14天内提出 书面改进报告 就是发包人 他向你发出更换项目经理通知 那么承包人收到这个通知之后 14天之内 他先提出一个改进报告 你注意 如果说这个改进报告 发包人认可了 那么这个项目经理就不用换了 那如果说发包人没有认可的话 注意 发包人他会第二次 下达一个更换项目经理的通知 那么当承包人在接到第二次更换项目经理通知之后的28天之内 要把项目经理换掉 所以在这里呢 它是分为两步 第一步 先在14天内改 先在14天内改 你在第一次接到更换项目经理通知之后 14天先要提交一个改进报告嘛 所以是现在14天内要改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是14天 先改 第二个呢 如果改完之后 他还是不认可 那么我们需要在28天内要换 这是两步走 这是发包人想换项目经理的情况 而承包人想换项目经理的话 只有一个 就是你在换之前14天 先要通知发包人并且得到同意 好 我们看第四个 项目经理因特殊原因 想要授权下属 想要他授权下属 去履行某些职责的话 那么应当在七天前 将该下属的姓名授权范围 书面通知监理人 并且得到发包人的同意 有没有发现 一说得到谁同意 同样还是发包人 是不是 除此之外 在这里要求大家记住这么个时间 授权下属 涉及到的时间是几天 七天 你看我们这一页是不是全都是时间 48小时是采取警战措施之后 七天是授权下属之前 七天前 然后 更换项目经理承包人 更换项目经理 睡到的时间是14天 发包人呢 两步走 先在14天内要改 后在28天内要换 好 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根据示范文本 他说 你看 项目经理在紧急情况下 有权 采取必要措施 保证与工程有关的人身财产和工程安全 应当在48小时之内 向谁提交书面报告 两个人 一个是发包人代表 还有呢 总监理工程师 不是说承包人的发电代表人 是发包人代表和总监 所以选择的是B选项 好 都做对了吧 然后我们再往下 看第二题 示范文本当中 他说项目经理确实离开施工现场的时候 应该得到谁的书面同意 发包人 只要说得到谁的同意 那肯定是发包人 那选递 第三个 合同示范文本里面 他说 特殊情况想要授权下属 授权下属是授权前几天 七天 通知监理人 是不是七天 好 这些还是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再往下看 第四题 合同签订之后 承包人应当向发包人 提交关于项目经理的有关 这个有效的证明文件 那么这些证明文件 包括两个 哪两个来着 施工企业 向发包人去提交 相关的文件 有两个 哪两个 你们选了哪两个 对 这个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 就是施工企业 与项目经理所签的劳动合同 还有就是企业 为项目经理所缴纳的 社保的预效证明 身份证啊 职称啊 注册职业证书编号啊 这些都体现在哪里啊 这些体现在哪里 是不是专用合同条款里面的 是吧 好 选择A跟B 第五题 关于发包人 发包人 书面通知 更换不称职项目经理的说法 挑对的 看A 承包人应在 接到第二次 更换通知之后 第二次更换通知 是多少时间 28天 错了 看B 承包人在接到 更换项目经理通知 14天后 14天内 对的 通知后14天内 向发包人提出 顺便改进报告 正确 C 发包人要求 更换项目经理的话 那承包人无需提供 继任项目经理的 证明文件 是吗 我们把项目经理换掉了 换成别人了 是不是要把这个人 他的一些证明文件 提交给发包人呀 他说无需 错 这么像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 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 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 是的 肯定的呀 你无正当理由 拒绝更换的话 那肯定 看你们合同当中 是如何去约定的 然后去承担违约责任 看一下E 发包人接受 承包人提出的 他接受了 承包人提出的 书面改进报告之后 可以不再更换项目经理 是的 你既然都认可了 那就不用换了 好 那么这道题选择的是 B D和E选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六个 示范文本里面 它说 关于项目经理的说法 挑对的 A 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 与项目经理的劳动合同 以及为其缴纳 社保的有效证明 看一下这个 承包人应向发包人 提交 与项目经理的劳动合同 以及为其缴纳 社保的有效证明 这个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B 承包人未经发包人 书面同意 不能擅自更换项目经理 对不对 正确 项目经理是不能擅自去更换的 看C 承包人应在通用合同的交管当中 去明确项目经理的姓名 指称 注册职业证书编号 等等等等 是吗 错 不是通用 是什么样的 是专用 那我们看D 承包人接到发包人 更换项目经理书面通知后 他接到了 更换项目经理通知后 应在14天之内 向发包人提出 书面改进报告 正确 14天内改 先在14天内改 后在28天内要换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看下面 项目经理因特殊情况 授权下属 授权下属是授权前 7天 将授权人的一些 基本情况往上包 他说多长时间 48小时 错 而这个48小时 是干什么用的 是不是采取紧急措施之后啊 所以这个不对 那么这到底选择 ABD 好 第七题 关于项目经理 任职条件的说法 正确的是 挑对的 看A 通过建造师职业 资格考试的人员 只能担任项目经理错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么一个 我可以当项目总工 我可以当其他的技术人员 都可以 我们再看B 这个项目经理 必须有承包人正式聘用的建造师 来进行担任 正确 看C 他说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 可以自行决定吗 不是 根据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 不得少于专用合同条款当中 约定的时间 看D 项目经理不得同时担任 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 是的 你不得同时担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可以有 取得项目管理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来进行担任 是吗 项目经理可以有 取得项目管理师 这个是老黄历了吧 我们现在不这么说了 对吧 我们现在是必须要拿到建造师证书 所以这个也不对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B和D 好 有虚人说了 D不严谨 或者说D D这个说法跟你们法规当中不一样 是吗 你不要那么记 我们现在管理 你就按照管理的来 法规你按照法规的来 你要这么比的话 管理有很多内容 说法它都不是很严谨 当然了 这个法规它肯定是非常严谨 因为它有法律条文作为依据 而我们这并没有 很多都是合同示范文本里面 所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好 所以这个书上的原话 我们要选上它 好 所以选B和D 好 第八题 关于这一部分题目 挺多的 我们争取 课上把这些内容全部掌握 通过做这些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世光企业项目经理地位的说法 正确的是 挑对的 看A 他说是承包人为实施项目临时聘用的专业人员 是临时聘用的吗 不是 是正式聘用的 正式员工嘛 看第二个 是世光企业全面履行 世光承包合同的法定代表人 是不是 项目经理 是法定代表人吗 错 是法定代表人 都代表吧 这三个字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B也错 看C 是世光企业法定代表人 委托对项目 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 正确 项目经理 他确实是 他所委托的 对于整个施工过程 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正确 我们再看D 他说是 施工承包合同当中 全力义务和责任的主体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问题 不对 怎么分析他 你看 你想想 是施工承包合同 这个承包合同是由 招标人甲方和 施工企业义方 他们两个去签订的 而在这个合同当中 他肯定会约定 他们双方的责任义务 对吧 所以说 在这个合同当中 全力义务责任的主体 应该是 这两方 他们都有 我们不可能说其中一方 也不能说把这些任务啊 责任啊 权力全部怼给项目经理 是吧 所以 所以这句话我认为它不对 不知道我们学院里怎么考虑的 如果让我去考试的话 这道 这个选项 我是不会选 然后看一下E 项目经理经承包人授权后 代表承包人 负责履行合同 是的 在授权后 项目经理 经他所在的企业 授权后 代表 他的企业 就是承包人 去履行整个合同 好 所以这道题 严谨一点 选择C合意 这句话我们书上没有 这句话书上没有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 并且讲了这么八道题 讲的全部是我们国家项目经理的一些内容 它的一些特点啊 情况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国际上 事工企业项目经理 它的地位 作用 以及相应的特征 所以我们刚刚学完我国 到了我们对比的来看一下 国际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看第一个 他说这个国际上的项目经理 他是企业任命的一个 项目的项目管理班子负责人 他是这个整个项目管理班子 就是项目经理部 他的负责人 不一定 不一定是 或者是多数不是 一个企业法定代表人 在项目上的代表人 你看国际上 这个项目经理 他是多数不是 或是一般不是 企业法定代表人 在项目上代表人 而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 前面我们说了 我们国家的项目经理 他在项目上 就全权代表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他在项目上 就是企业法定代表人 得代表 而国际上 他说一般不是 多数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通过这一句话 我们就能够得出来 我们国家项目经理权力 要比国际上 项目经理权力 要大很多 看第二个 项目经理的主要任务 仅限于 主持项目管理工作 国际上项目经理 他的项目管理任务 仅限于去主持 项目管理工作 主要任务是 项目目标的控制 和组织协调 他进行 整个项目目标的控制 和整体的一个 整个项目上的 一个组织协调 目标控制和 组织协调 说的不就是 整个项目的管理工作吗 好 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 项目经理是一个管理岗位 这个前面我提到了 不是技术岗位 它不是技术岗位 项目经理的重点是管理 那谁是技术岗位呀 这个监理是什么呀 我们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我们会学到监理 监理是什么岗位呢 这个监理跟业主之间什么关系 注意监理 他为业主提供的是 有偿的技术服务 是技术层面的 服务 注意 服务 跟承包 这可不一样 你像我们施工企业 施工企业跟业主签合同 它相当于把整个项目 我承包下来了 如果说你要承包下来的话 你必须要保证目标实现 也就是说你既然把这活给揽下来了 给承包下来了 你必须要把它干好 在业主要求的这个期限内 我们按照业主的要求完成 这些工作任务 并且达到他所要求的那些质量标准 所以承包人 就是施工方 承包人 他必须要保证目标得以实现 而这个既然监理 他为业主提供的是服务 那么监理他就不会保证目标一定实现 当然 关于监理的内容 我们到了最后一节还会给大家讲 虽然说他会努力让目标实现 但是他不保证一定实现 而我们承包人就不一样了 你必须要保证目标实现 实现不了 算他违约 好我们看第四个 国际上的项目经理 他是否有人权 是否有财权 是否有物资采购权等等 是不是有这些权利呢 这得有上级领导授权 有没有这些权利 这得看上级领导是否授权 好 那这些就是国际上项目经理 他的一些特征 他仅仅是项目管理班子的负责人 一般不是 多数不是企业发展 代表人得代表 他主要仅限于是进行项目管理工作 他是管理岗位不是技术岗位 这个跟我们国家是完全一样 到底是不是有人权 财权物资采购权呢 看上级领导是否授权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总结 我们国家项目经理比国际上项目经理的权利要大很多 注意这是理论 这是我们书当中讲的理论 那到底你们项目上 你们项目上项目经理的权利 是不是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国家项目经理权利那么多呢 这就没准了 所以说理论就是这样的 那考试我们也按照这个书上给的我们这些内容要考 所以啊 你在复习的时候你就不要瞎联系 那可能你的实际跟我们这个是有一定的偏差的 你不能随便瞎联系 你就严格按照书当中给我描述的去掌握就可以了 好 对于人权是人事权 人事权 人事权 意思是我可不可以去招个人或是辞退个人 人事权 好 国际上的也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国际上项目经理的一些特征 我们看一下 他说让我们找正确的事 挑对的 看A 项目经理是项目管理班子的负责人 正确 他是一个技术岗位吗 错 他是管理岗位 管理岗位 然后再看C 项目经理是项目组织系统当中的管理者 是否有人事权 财权 物资财购权 由上级领导进行授权 是的 再看这个 这是多选 再来看D 项目经理的主要任务是项目目标的控制和组织协调 正确 项目经理的主要任务确实是项目目标的控制和组织协调 再往下 项目经理不一定是企业法律代表人在项目上代表人 正确 国际上的项目经理确实是这样的 不一定是 一般不是 多数不是 不一定 所以除了B都正确 好 好我们第一幕就全部结束了 第一幕给大家整体上说了一下 我们国家项目经理是怎样的 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当中 对于我国项目经理有哪些要求 有哪些约定 然后就是国际上项目经理他的一些特征是怎样的 所以在整个第一幕我们就区分开我国与国际上项目经理的不同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项目经理的任务 首先在这里他上来先给我们讲了一下项目经理的权利 你看项目经理应当按照承报合同并在企业法律代表人授权的范围内 你要按照合同 按照这个发包人跟承报人所签的合同 并且在你们企业法律代表人授权的范围以内去行使这些权利 好 那么关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些权利 他怎么考我先跟你说一下 对于这些一共是六条 后面没有了一共是六条 怎么考呢 看见没有这些蓝颜色字体啊 他可能对于这些蓝颜色字体给我们改变一些说法 然后让我们去判断他的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在这儿要求大家去理解这些蓝颜色字体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他的权利之一就是项目经理可以组织项目管理班子 就是对于整个项目经理部内部的一些事儿 人他可以进行组织 组织或者叫主持也对 好 然后看第二个 项目经理呢 他是以法电代表人多代表的身份去处理 与所承担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 然后受托签署合同 比如说几个招投标啊 或者是以其他的这个专业分报来签合同啊 劳务分报签合同啊 注意签合同 他是受托 理论上一说签合同 那么是企业层面跟企业层面他们去签 如果说要让项目经理去执行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委托给项目经理 那就是受托签合同 签合同是受托 处理一些事呢 是法定代表人得代表 记住啊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 他说这个项目经理可以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生产经营活动 调配和并管理进入工程项目内部的 人 物资 资源 设备啊 等等 你这要注意 整体上他可以 他是去可以去指挥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 项目经理他在项目上是老大 那当然他肯定是要去指挥整个经营活动啊 并且在这要注意 调配并管理已经进入到项目内部的 人啊 钱啊 物资啊 机械啊 等等 进入工程项目内部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他又说 在项目以外的 那么他就错了 项目以外的这里没有提到 我们就不要去管他 他是管不到的 管不到的 他能调配并且管理的是进入项目内部的 关键词你必须要注意一下 我把这个墨迹删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他说 可以选择 施工作业队伍 直接去选择 注意 这个施工作业队伍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红线内了 比如说这个就是建筑红线 那建筑红线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施工作业队伍 在干活 如果说有了一些额外的工作啊 或者是其他工作那么对于这些施工作业队伍 项目经理他具有选择支配权 这是直接去选择这些施工作业队伍 然后再看第五个 可以进行合理的经济分配 比如说我们项目上干的好的 那可以去奖励奖励 或者不好的惩罚惩罚 经济分配 这是他的权利 这个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我们每个项目上不都有分红吗 不都有奖金吗 那么项目经理对于这些奖金也具有可支配权 经济分配可以 我们看第六个 就是授权的一些其他管理权利 好 那其他的话这个肯定是不会考 所以能够考的是前五个 我再一次给大家标一下重点啊 对于管理班子 他直接可以组织 以什么样的身份 发现代表人多代表 受托签合同 调配进入项目内的人才物基 等等 直接选择事工作业队伍 那合理的进行经济分配 好 这是权利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话 事工企业项目经理 他往往是事工 项目事工方的 总组织者 总协调者和总指挥者 这句话你要注意 项目经理 之前有很多宣传就问 项目经理到底是谁的人 项目经理是事工企业的人 这个你要注意啊 所以说 他是事工项目 事工方 一说事工方 就是事工企业 事工方 他在这个项目上的 总组织者 总协调者和总指挥者 所以说项目经理 他在项目上 对于事工方而言 他就是老大 他包括行政管理和 项目管理两个方面 什么是行政管理啊 比如说我们项目上的一些 缴纳一些水费啊 电费啊 食堂的采买啊 派车啊等等 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是 行政管理 项目经理也要去管的 除此之外 重要的还 更重要的是什么 项目管理 就是他必须要去管整个项目 让整个项目目标得以实现 那么项目管理就包括了 这么七个方面 三控三管一协调 你看 其中在项目管理方面 主要任务就是三控三管一协调 现在我们学院 你不能再问我 什么是三控 什么是三管了吧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赶紧去看一看 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前面 像这些基础内容 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好 我们来一起做道题 来 在建设工程 向施工管理工程当中 项目经理 在企业法定的代表人 授权范围内 可以行使的管理权利 有哪些呢 在他授权范围之内 可以行使哪些权利 你看 对外进行纳税申报吗 纳税申报 这不是项目经理的事 是我们施工企业 他们财务部门 涉及到的一些事 第二个 制定企业经营目标吗 项目经理 你注意 这个一个施工企业 他一年可能会 承接很多个项目 而每一个项目上 都会有一个项目经理 是吧 然后这个企业的经营目标 就是整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啊 这肯定不是某一个项目的 项目经理去决定的 应该是你们 企业的一些负责人 他去制定的 所以企业经营目标 这肯定是不行的 他可不可以直接去选的 事工队对我 可以 可以直接去选 然后看D 组织项目管理班子 可不可以 可以 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 生产经营活动呢 可以 所以选的CD 我们看这里 项目经理在项目管理 方面主要任务 这个项目经理呢 他有两个方面的任务 一个是项目管理 还有一个什么 行政管理 那么对于项目管理 这方面 他的任务有哪些 三控 三管一些条啊 三控 哪三控 师工的成本 师工的质量 还有呢 师工的进度 三管呢 合同管理 安全管理 信息 一协调是一组织协调 所以我们看看 安全是有的 质量是有的 合同信息都有 那么一说 师工 什么什么控制 我们应该说 师工的成本 而不能说 师工的投资 投资就不对了 一说投资 是站在业主的角度 去考虑的 而我们师工方 应该说的是成本 如果你这里不会 你同样 去需要 复习一下 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前面这些 基础内容 全部讲过了 好 这到底只有B不对